去尊重你 大家去看这一波在吵什么 在吵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我国民党跟民众党加起来 我国会就是多数 所以我爱怎么样 我就可以怎么样 我爱你企业 哪怕你叫做台积电 我管你什么电 你只要在科学园区的 我要来关心地震 你们受损的资料全部给我 至于我要怎么用 你们不要管那么多 这个没有道理啊 因为这些企业都是民间企业啊 那当然 你把它想想看 如果不要说台积电 任何高科技的一个产业 如果每一个人都假借 水灾啊风灾啊 或者地震啊 然后进一步就要跟你讲说 我想来看看 你们内部的这些资料 有受损的情况 全部都告诉我 接下来会跟你讲 为什么这么容易受损 你是用哪一个品牌的 你是哪一家 你是哪一家哪一个国家 给你的这些属于高科技的 这个全部一揭露以后啊 不要说竞争对手啊 两岸关系是非常敏感的 有一些企业 他在中国他本身也有设厂 这对企业来讲 全部都是一种风险 最近大家看到了说 为什么好像是 国会议员里面 大家都 伺候的那些 像比如说 大法官你要自重 其实一般民众听到这个 会认为说 你立法委员才是要自重 因为整部宪法 我们台湾现在在 在国民党的心目中 哪有什么大法官 哪有什么样的一个宪法 他的想法就是说 只要是你跟我国民党跟民众党 加起来意见不一样的 违反我们多数的 你就是不对 你把它想想看 宪法是要规范什么 宪法是规范每一个人 是要规范你总统 规范你行政院 同样也要规范你立法院 那你到底有没有触犯到宪法 很简单 就大法官来看看 这些法律到底 有没有抵触宪法的一个规定 像比如说 你所有的总统 除非像以前的蒋介石 在独裁时代 否则现在民选出来的总统 你不能讲说 什么叫做四年 我自己改规定 我总统要干五年 我明天要发布 我要发布戒严就戒严 你立法院你不能管 不是你总统 爱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 宪法在那个地方 那有没有违宪 就很简单嘛 大法官出来讲话 我们以前叫大法官会议 现在叫做宪法法庭 我看到现在国民党的立委 你说动不动叫人自重 什么大法官不是民进党的看门狗 甚至于就讲说 这个他的意思就是个四线 我们是没有期待的 因为这个大法官 全部都是民进党提名的 怪了 国民党如果你继续 这样的一个态度下去的话 任何一个政党是如此的话 我告诉各位 以后所有的大法官还会继续民进党的总统来提名 谁当了总统当然是谁去提名 然后国会来同意嘛 你吴宗憲你这个本身法界出身 还有从德国回来的这个翁晓琳 我会觉得他讲那种话都很奇怪 他老公本身是大法官 如果被大法官 他老公也是大法官 陈春生他如果被大法官认定是违宪的 我告诉你那是立法官多丢脸 被大法官认定是违宪的话 那个部分就已经失效了 那个条文就已经失效了 翁晓琳老公可能要问一下翁晓琳 你们这个港董的 怎么把我们大法官说得这么坏听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膨胀 所以他才会去讲说 就算违宪只有一部分而已 他今天修正了 他说是指民进党的部分 他是很怪 民进党整个法案在国会里面 在立法案里面 这次是被丢包的 然后他们在提修正案的时候 把他放进去 像比如说那个46条制二 就是说侦查跟审判当中 还没确定以前的 你那个立法案的手不能伸进去 可是后来他们又通过他们自己 47条两个条文在打架 哪怕是判决还没有确定的 副本给我交过来 就大家讨论很多次了 所以为什么今天总统出来 开这个记者会 就是告诉你说 国会当然可以改革 民进党在从过去在野 跟执政我们多数的时候 我们在国会改革 我们从来没有缺席 但是你可以讲说 一步一步到位你是不满意的 我希望更大幅度的一个改革 可是政治改革的改革是什么 因为改革到立法委员 全部都没有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外界 欧洲商会会跳出来说 哎呦喂 你们这样有扩权 这样你有违宪 这么多国际法的一个选者 跳出来 对我们台湾民众来示警 其实这个都已经是 对我们立法院的 我们这个国会已经是不信任了 所以我们国会动不动地讲说 你们藐视国会 老百姓现在藐视国会 刚好而已 如果国会议员 立法委员的素质是如此的话 你去藐视立法院 刚好而已啊 看到大法官 你不要当谁的贪门狗 你大法官你要自重 看到这样子讲话 大家民众一定会觉得说 哇 你们这个 你们这个 立法律宛太 算出来都刺激 都爬到这个形 现在连大法官的存在 好像是 哪里给你 妈妈 像话嘛 被民众透气 国会被藐视刚好而已啊 苏培 这证明之前 大家担心这个扩权法通过之后 的确是会影响大家的人权嘛 你不要说官员受影响 民众企业都受影响啊 那这个例子就看出啊 洪梦凯 4月11号 要去质询国会 要硬要是要拿这个台积电资料 但事实上 台积电在4月4号 那时候就声明了 因为那时候 4月3号发生大地震嘛 隔天台积电就说 金元厂设备的复原率 超过80%了 显然就是说台积电 也有对外公布一些 这个外界担心会影响产能嘛 那为什么他到4月11号 还要坚持一定要给 给的是什么什么 基台调整资料 索取这么细的资料 到底目的是什么 我们都是政治人物 我们都会质询 我们如果关心一个企业在灾 这个震灾之后的灾损 我们会怎么问 我们会像洪梦凯问 但我们会不会去要到 这么机密的资料 如果官员告诉我们说 议员这有机密的资料的话 我们会说好 那你去跟厂商了解 了解他有没有需要政府的协助 我们给出协助嘛 这才是真正要帮台积电嘛 对不对 如果他有商业机密 是不能公开的 那我们又想协助台积电 那我一定说 那你去了解 去跟台积电问 我们可以帮上什么嘛 这才是态度嘛 可是呢 不是他要什么 机台调整资料 洪梦凯在4月11号的质询 真的是非常令人匪夷所思 所以在国会改革的法案的时候 洪梦凯就是一直 洪梦凯咨询台积电 就一直被拿出来说 未来如果国会扩权之后 大家都会像洪梦凯 而且我告诉你哦 洪梦凯在这一次的咨询里面 其实官员是没有给的哦 那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如果厂商不给 他就不给 官员已经说是人家内部机密资料 可是你知道吗 国会扩权法案过了之后 厂商可不可以不给 哇不行嘛 我会罚你钱嘛 一次罚十万嘛 罚到你会怕为止嘛 所以台积电会不会怕 会怕嘛 所以你看昨天 前两天彭博社就有一个新闻 这刚刚讲说这个欧洲商会有市井 另外彭博社在6月22号发的新闻 就是说国会职权修法引益 晶片业的员工 有台积电的机密外泄 所以彭博社也呼应了 之前的欧洲商会 一样 然后结果今天 台积电的股价就大跌了 就是这么多 对不对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投资人会气死 我告诉你 产业商人是最敏感的 当这个政府的体制 不够稳定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们就是先跑 之前在中国大陆不是也是吗 中国大陆那时候是全世界各个国家 都会去那边投资的 结果疫情之后 因为他们的风控管理 后来什么 所有的外商全部跑光光啊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的产业放在那个地方 要面对一个政府 不可控制的体制 他们不扣的 所以我们现在国会扩权的法案 会让外商也认为有这样的一意 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洪孟凯生气 今天说啊 他要告吴佩义啊 对 他说吴佩义 说他耍流氓 然后还要告吴佩义 我就想说 你有没有这个咨询吗 你有没有跟台积电要资料吗 都有啊 这就是4月11号 而且是立法院公报 113卷21 27期 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嘛 洪孟凯说有没有去查 林敏冲跟他讲说 这是产业的内部评估 洪孟凯再继续问说 你们这几个科学人员 已经过了一个礼拜 到底损失多少 他还说啊 这个是内部的机密 林敏冲再次强调 这是内部的机密 洪孟凯说 什么时候可以给本席资料 我就问嘛 硬要耶 七台的损害 跟你洪孟凯什么关系 你知道他损害多少 跟你什么关系 他还是继续跟林敏冲要 林敏冲才说 好啦 这个要产业要 愿意提供给我们嘛 国科会要有效率嘛 洪孟凯在那边嗆瞎嘛 林敏冲再强调一次说 这个机台停工的部分 造成的损失 是整个产业的机密 他连续跟洪孟凯讲了三次 这些损害的东西 如果公告之后 是可以去分析 一个公司的具体安排 跟脆弱点 所以这种东西 为什么洪孟凯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号称他想要选新北市市长的人 台积电因为赠灾的损害 跟他何关 他为什么要苦苦相逼 一定要要到这些资料嘛 要给谁嘛 所以吴佩毅今天就讲说 你就是耍流氓啊 是不是耍流氓 就已经跟你讲不适合提供 你还一直要嘛 还下了一个日期说 你今天一定要提供给我 那这种行为不是耍流氓 什么是耍流氓 而我要再一次的强调 这个扩权的法案 不是只有影响到官员 更重要的是影响到我们的人民 还有我们的产业 尤其台积电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全世界现在今天都扩他 结果你投资料这样投的 把他的机密全部外泄出去 我不管你泄漏给谁啦 就算是泄漏给其他国家都不行嘛 那你洪孟凯还在想什么 而你们的扩权法案现在通过之后 台积电是不可以不提供资料 有这么惊人的吗 很惊人的啦 是上周五国会扩权法复言表决 虽然不意外被蓝白否决 但是场外轻鸟行动聚集三万多人 而且是越晚人越多 那跟蓝英的行动呢 不到中午就跑光 跑去这个吃饭跟旅游形成强烈的对比 尤其蓝英行动 吵到这个成功高中的学生 那这些这个学生还去换教室 虽然事后我们看到了 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有道歉 他说他们表示道歉 但是我们立即呢 关掉声音希望别影响学生 有吗 那请教苏培 朱立伦的这番话 就可以减轻这些年轻人 这些高中生对于国民党的反感吗 当然不行啊 因为那一天在林生南路跟那个 锦南路那个叫哈口 你在那个地方办集会游行 一定影响到成功高中 因为成功高中 就是那个十字路口的一角嘛 所以当时你在选定那个场域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 你礼拜五半 早上八点半就动员 所有人到那边集结 而且你们还有搭舞台 然后还要开麦克风 你们就应该知道成功高中的孩子 会受你们影响啊 你们当时如果有考虑到 你们就不会选择那个场地 所以他们从头到尾 就只有想到自己要抗议 自己要去拒绝自己的蓝营群众 来帮自己加持 根本没有想到学生嘛 朱立伦是隔天才说表示抱歉 他们立即关掉时间 有吗 没有 我告诉大家 因为六点的时候 成功高中的校长 到现场的时候 到校的时候 他就想说完蛋了 那个场地整个舞台搭起来之后 他们麦克风是直接面对着学校 所以只要麦克风一开音响一开 一讲话一定影响到学校 所以校长就立即的去跟这个国民党开始去联系 国民党就说我们会开小小生的啦 不会影响到你们 所以校长在第一时间因为跟国民党沟通无效 立即通报教育局 教育局马上派了读学去到现场 然后才做了调整 把所谓的孩子上课就是叶宁的铃声难怒 那一排的教室的孩子 换到已经毕业的毕业生班的孩子的那个教室 可是问题是成功高中 你如果知道那个地方的人都知道 他就是在那个角落而已 所以你只要麦克风一开 换到别的间教室也是影响啊 所以一直吵到几点 一直吵到11点12点去呢 蓝行动根本没有什么关掉声音嘛 没有关掉声音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的道歉是骗人的 他没有立即关掉声音 他去跟成功高中的校长讲说 先喝一下 我们12点就结束啊 叫学生忍到12点啊 叫学生忍耐 所以嘛 你看学生为什么第一时间 会在TRAE上面 然后take无配意 要求无配意去帮他们反映这个心声 因为他们觉得太荒唐了 为什么我上课的时间 而且高中 这个礼拜都在习末考耶 难道这个教育局不知道吗 难道国民党不知道吗 为什么还做出这些事情呢 总共15个班540个学生 搬到学校的另外一头去上课 这是一个我觉得国民党 自己在选择场地的时候失职 另外一个是国民党的台北市市长蒋万安 核准这个场地 让国民党办集会游行也是失职 对 我觉得礼拜五 医生的成功高中学生的权益 是那个礼拜五国民党要在哪里办 我们都准走 他可以换一条街 对成功高中的学生影响就不会那么大 那为什么你没有想到 你身为台北市的市长 你身为成功高中 这个你知道吗 毕业生拿到奖赚上面东西 瞎讲万安呢 你是市长呢 你为什么在核准场地的时候 没有想到孩子会受到国民党集会的影响吗 换个场地请起早跟他们沟通跟他们商量 换个场地不行吗 一定要在那边吗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就没有在想别人嘛 想的都是自己嘛 我高兴在哪里就在哪里嘛 如翁晓玲所说的 我就是比你大啦 我要在成功高中旁边办集会游行 你管我 我六点就 我八点就要是开这个扩音啊 开舞台啊 我就到十二点啊 十二点就结束了啊 我就是比你大 那又如何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不应该 因为你知道吗 所有的政治人物 这个庄委员在这边也知道 我们如果那个扫街的时候 宣传车开到学校旁边要怎样 你会把你的作业怎么说 麦克风关起来 医院也是关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哄赏嘛 我们会说 啊 庄委员最来到这里 给大家拜託 到学校全部关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孩子在上课 所以我们经过那个地方 让我们都会做这个动作 国民党为什么想不到 国民党为什么做不到 而且国民党中央党部没有想到 国民党的市长 想外也没有想到 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可恶啊 是办群众运动 就是要争取这个多数民众的支持 结果你反而去得罪人 那恐怕是得不偿失嘛 那因为上礼拜的这个青鸟行动 最终取 最后呢 不管是两万人或三万人 那毕竟是没有办法跟之前的 五二四七鸟破十万来相比 因为毕竟一再的动员群众 一定会疲累嘛 但是呢 我们看到这个有偏蓝的媒体人就说啦 能量还是在啦 蓝军也不要去嘲笑 因为这样反而会让仇恨值 转向罢免 这个名誉 因为转向罢免 就是这股名气啦 到最后是会转向哪边呢 因为现在说要罢免 立委老师还要等到明年 那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 基隆市长谢国良的这个罢免案嘛 那现在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 第二阶段是还有只差 三千多份就可以到门槛了吗 跟大家报告最新消息啦 这个就是我们的公民行动 山海拆量的这个行动 他有预告 就说因为现在的第二阶段呢 预估一定要三万零七千九百 三万零七百九十二份 这个是第二阶段 那目前为止呢 已经达到将近快九十趴了 只差多少 只差三千七百九十二份 所以呢他们就呼吁说 就差你一张差很多啊 找回基隆人的城市光荣感 差三千七百九十二份 基隆人的参与啊 所以他们希望再接再立 因为已经达到快九十趴了 但是还是要预告一下了 因为这个六月三十号就收件截止了 那截止目前大概只剩下 顺便几天咯 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所以等于说他们希望在一个礼拜的时间 这个能够超过这个数字 因为事实上就算你拿到三万多份 可是问题是你还要扣除一些 包括就是说什么字迹啦 还有这个资料的一些 这个什么毁损谬误什么之类的 你要扣一扣这些 可能有些误差 会被剔除掉的一些 对所以一定要超过这些数字啦 所以这个会比较保险的一个程度 所以跟大家报告目前为止 这个山海这个拆两行动的 这个最新的一个进度 那回过头来我必须要讲啊 就是说必须坦承说前阵子 这些这个公民行动确实是比较辛苦 因为第一个大部分的焦点 都摆在这个国会改革嘛 国会扩权上面啊 所以等于说对于这个基隆的罢免案 确实是比较冷下来了 可是不要忘记 就是说当你轻鸟轻鸟行动 他们认为说国民党 如果你甚至你民众党 继续软木的时候 大罢免时代来临 那当然刚刚如中将讲的 你要等到明年二月 才能启动立委的罢免 但是事实上你现在就有一个 摆在眼前了 这就是国民党籍的谢国梁嘛 那所以当然你现在回过头来 当然就是焦点 就要摆在谢国梁的身上啊 因为你对这些人来讲 你如果说你谢国梁第一站 你第一站你没有办法达成的话 国民党就开始唱丘起来了 就一定会笑说 哈你们说罢免吗 对不对 你连谢国梁第二阶段 你都达不到那你还想说要延伸到 我觉得对于就是说 有些公民团体 他们会觉得这个士气备受打击 所以为什么说谢国梁 现在移到这个基隆的焦点来 这是第一个点 律云说昨天也刚好去基隆开奖 对因为民进党 现在在这个七一六临时会之前 都要举行白场的演讲嘛 那当然有到基隆开奖的部分 这个地方一定会有重叠到 那我认为啦 其实谢国梁 其实坦白讲 如果说你低调 或是说你甚至没办错 甚至你可以像高雄市长陈其迈一样 找那个火星人来办演唱会 找回那个高雄的光荣感 现在高雄人都很光荣 大家想说天哪火星人 都要去高雄办演唱会 大家都想搬到高雄去了 我认为说谢国梁 你只要做对的事情 你的仇恨值就不会累积 可是问题是谢国梁 现在就越发的离谱 他那个电动机车 还彻夜排队 搞得这个大家天怒人怨 上个礼拜 因为他这个大傻臂的结果 现在整个开放 就大家都来申请 结果现在就搞到说 现在突然说预算不够 变成说只能限件 比如说安乐区 你只能限一天 只能限20件到30件 那你这个排队是 有人这个漏夜就排 而且还引发出 那种更夸张的 黄牛事件 什么代排一次5000块 或是排一个小时500块 你这个引发另外一个 这个违法的行动 因为是张学友的演唱会在排 那我讲一个笑话就好 如果说将来 我邱小玉 我说我要选2026台北市长 如果我当选的话 每个人送特斯拉一台 好不好啊 好啊 觉得好啊 对不对 那我当选之后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的电动装 不够